台股的一個部分 在今天是再創一年的新高了 特別關注的是在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舉行的股東會 其實董事長劉德英 他有釋出好的訊息 他說你看到部分的中端市場的需求 已經逐漸回升 而且他認為 已經準備好要迎接明年開始 會有下一波很好的成長 是 沒錯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今天的股東會 聽聽看劉德英他們到底要講什麼 結果他們的所講出來的 其實比市場預期的還要再好一些 當然他有講說 今年稍微可能營收 可能會稍微的負成長 可是明年會很好 跟他之前的法說會的時候 講法其實差不多雷同 就是說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 最壞的情況就在第二季 而且今年營運少許負成長 其實也在大預期當中 本來就是啊 對不對 他現在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海外佈局 海外佈局他說 他已經派團隊去德國兩三次了 最擔心的人才供應機 勞工問題 大家還記不記得 十幾年前有一家家事打去 併購西門子有沒有 最後煞雨而歸 為什麼 就是因為勞工問題沒辦法解決 所以你看有前面一次經驗 台積電他們是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想這個可以解決的 好 重點 最重要的重點在這裡 我最關心的其實是這件事情 就深層市的AI 因為這個揮達這個股價一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在想說 這個好像對台灣的供應鏈 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其實深層市的AI就是爆紅的話 台積電的訂單也是暴增 對 可是大家就會想說 它只佔台積電的 大概4%到5%的 比重還很小 對 營收的占比非常的低 所以大家想說 可能對台灣的供應鏈 沒有什麼幫助 可是大家去看 劉德穎怎麼說 他說因為深層市AI的需求攀升 讓先進封裝的需求急劇上升 而且市場要的遠大於現在的產能 所以這個是比市場預期的 還要來得嚴重 對不對 還來得好 那麼所以我們再看 接下來要講說 這個魏哲嘉也講了 就是說今年下半年 會比上半年要好 那麼總而言之 現在最重要一個重點 我認為就在深層市的AI 所以現在台積電 要趕快增加產能 對 要趕快增加產能 所以這就表示 它這個訂單 AI的訂單 還是相當大的比重的 那麼至於說台積電的股價 今天拉尾盤 今天不簡單 昨天才跌破五日線 大家想說這一下糟糕了 結果它今天又拉回來 又站回來了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台積電 今天外資又回頭買了 3100多張 所以5月16號開始 外資就一共買超21.1萬張 這買超的張數非常的大 所以要千萬不要小看 台積電認為說 它大概就走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不認為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台積電接下來不錯 台股上萬七 應該是指日可待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說我覺得有機會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說要看到1萬7200點到1萬7600點 這個區間的話 那麼最慢最慢 在7月10號以前一定要看到 如果到7月10號還沒看到的話 大概就沒什麼機會了 我現在在這邊跟大家講 關鍵的時刻 一個是6月9號 一個是6月19號 這兩個交易日 我們就要看 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如果在那個時候 還能夠繼續往上衝的話 因為它是個時間轉折點 它還能往上衝的話 非常有機會看到1萬7200到1萬7600 我認為至少 現在大家公認的16811點 這一個壓力應該過得去 為什麼過得去 因為大家看一下 過去這半個多月以來 這個三大法人 他的買超是非常恐怖的 怎麼說 你看一下外資 今年一共買超3626億 可是從5月16號到今天為止 他們到5月16號之前 他才買超1444億 結果5月16號之後 到今天 對 買超2185億 意思是什麼 他今年的所有的買超 60%以上 都是在5月16號以後買的 就比他前面5個半月 加起來買的還要多 那麼自營商也是一樣 自營商在5月16號之前 他是賣超的 5月16號開始 他大幅度買超766億 為什麼投信反而是有點收手了 投信他是這樣子 就是別人 他之前買很多 你看他之前 之前買了744億 所以拉起來以後 他就開始獲利了解 這一點 這個是 尤其是他委外代超的部分 他一定要這樣子操作 所以我們這個家群指數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家群指數今天盤中的時候 已經到16793了 距離1681只差了18點而已 所以這差距離非常近了 這個其實輕輕一拉就過去了 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明天可能還要稍微震盪整理一下 這個如果在6月9號之前 應該有機會 那麼至於說 為什麼我認為會好 我認為只要美國股市 還能維持強勢 台股沒有理由不挑戰 一萬七千點是不是 外資加進行剛剛回來 不會馬上走 你看他們才回來 這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對不對 他們會馬上走嗎 不太可能 然後個股 類股持續在輪動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大家看 今天這些比較中小型的股票 今天回檔 可是台積電拉起來了 撐盤 昨天台積電下來 可是中小型股又撐起來 撐盤對不對 輪動很快 輪動很快 可是它可以維繫人氣 人氣不至於潰散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盤 應該還有高點 不過這一次台股上漲 大家說歸功於AI 那麼AI的相關的概念股 接下來會怎麼觀察 我覺得還應該還有高檔 還是有高檔 還有高點 對 這兩天 這幾天在休息 休息 可是大家看一下 因為輝達 它自己本身還在高檔震盪 還沒有露出敗像 更重要的是 6月14號 AMD要推出新晶片了 那麼AI概念股 那個時候在那之前 有機會載起來一次 而且個股的量價也沒有失控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底下是包括台積電概念股 以及AI概念股 當然他們是有重疊的部分 有的是比較偏向於台積電 有的是比較偏向於AI 就是同時是台積電概念股 也是AI概念股 對 沒有錯 那麼像包括封測的 封測的晶元電 日月光 大家可以看 這些的股票 他們的營收其實不重要 重要在哪裡 在於我們要看 今年的漲幅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 有的很恐怖 你看這個紅塑 它漲幅130% 返北了 對 另外像是高速傳輸的翔碩 它漲幅73% 可是有些個股 它其實漲幅並不大 漲幅並不大 你說像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風測來講的話 日月光 風測就漲幅比較小 對 它日月光只有28% 為什麼要講日月光 還有就是星雲 紅塑 為什麼要講這些的股票 其實它有個重點 因為他們就是剛才 劉德瑩講的 Coors的這一塊 有沒有 先進封裝的 他們就做先進封裝的 而現在缺貨 一直要他們擴大生產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星雲來講的話 其實這是月線圖 它這邊做了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底部 再拉起來 而且它已經突破了 它原來的最大量的壓力區 所以簡單的講 它現在創新高了 而且它突破了最大量區 變成這個變成大量換手 所以在長期來講的話 它是偏向於 對技術面來講 對它是比較有利的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另外一檔 日月光 日月光今年幾乎都沒有動 一直到三個交易之前 它才開始動 上禮拜五它才開始動的 所以它的漲幅是落後人家 它有補漲的空間 當然基本面 我們大概可以在這邊 看一下就可以了 至於說星星來講的話 因為它是做ABF載版 ABF載版 你可以看 這裡它一個WD已經出來了 雖然過去這兩天 它的走勢比較弱一點 可是ABF載版 除了有AI的概念題材之外 它明年看起來拉貨的量能 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覺得這三張股票 讓我們投資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電動車現在滲透率越來越高了 像是馬斯克房上海超級工廠 你跟我們看到 在這次他提到這個年增率 竟然達到142% 那麼代表它的需求很高 以後對於電動裝的需求 也會更高 對 這沒有錯 尤其是它這個Tesla 它在今年的時候 它跟福特來簽署一個協議 就是福特以後 可以用Tesla的電動裝 充電裝 所以你一支充電裝 變成了兩家在共享 所以它的市場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 其實充電裝 現在變成我們台灣的一個險學了 像Computex 這一次的Computex 就特別有提到這個 一大亮點就在充電裝 你看現在大家都來了 維新 華晴 華碩 菁英 印太 這些本來是做板卡的 通通來跨界來做充電裝 這很有意思 而且對面的中國大陸 充電裝業子也在搶單 可是我們台灣廠商是怎麼樣 我們強調是我們自言自治 我們不靠別人的 我們自言自治 所以在這個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 我覺得像是我們台灣 每次都會講說Tesla概念股 可是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很明顯的 對不對 現在充電裝倒是 是直接真的是有關聯的 不會受到中國大陸的搶單的衝擊 目前為止還看不到 還看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自己在做自己的 供應給自己的 就已經來不及了 像是我們就看 像是大同 大同也在做充電裝 充電裝 而且它在去年 它這個子公司大同智能 去年就已經建了500支 Tesla充電裝在台灣 今年準備再繼續建置1000支 所以它就可以說是一個 Tesla充電裝的概念股 而且它的營收你可以看到 在增加 不斷的大幅增加之中